嗨各位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打這個女爵懸卡挑戰 那這個就是一個二選一的一個挑戰 所以相對來說運氣成目會比較重一點 那我們還是帶大家來看一下說這個挑戰要怎麼樣去打 好那我們就來看後面的機場對局 好那這兩張牌的話是都可以拿的 但我自己會比較傾向去拿滾木一點 沒有特別原因看你自己的喜好程度就好 那這邊還好我是拿了一手滾木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畢竟是飛刀塔 所以野豬來說會相對的強勢一點 那這邊的話我選擇的是拿一手比較平衡的一點黑王 那這個野豬加冰人的一個進攻組合 不用多說一定是拿冰人 好開場我們他如果直接沉底胖子 我們就是直接一個冰人推豬的一波進攻 那冰人把飛刀全部吃掉之後 我們的野豬就可以打出非常好的傷害 如果對面沒有劍竹或是旋風的話 像這樣他冰法單解我們也是消除了非常多的傷害 好那瓦基幹刀割趕快來解 不然的話會不太夠 那這邊我們考慮是先開主堡 那再補一個滾木 當然會再賣多一點塔血但是 這樣子來說的話我們之後對上他的飛桶會來的比較好一點 好像這樣子有開主塔的情況下的話 我們就是稍微賣一點點血就好 如果沒開的話就會賣到更多的血量 那我們趁戲右路直接一個冰人推豬 又打出了沉盾的傷害 那剩下的話 右路就是再一波冰人推豬就可以帶走了 正常來說的話他是不管怎樣 我的豬都一定會敲到的 好那我們直接給佐塔壓力 當然他的胖子對我們來說 也沒有說 可以完美解 因為我們畢竟沒有建築多拉扯 還是會賣到一點血量 好這邊火法來做一個血防 那他這一波是有進化硬火射手 但是我們是沒有排好解他的煙火射手的 那剛好他的胖子是出的有點晚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可以優先把煙火射手用滾木給撿掉 那這邊的話再出瓦機跟刀割來撿 那他飛桶位置是出不好 是直接送給我的瓦機送掉了 好那右邊我們這邊犯了一個小失誤 我們是冰人是沒有卡在前面的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讓他可以守下來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讓他可以守下來 好這一波我們有進化瓦機是非常強的 那我們再補一個火法 那這個火法主要是要配合 放在右路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豬就可以打一波進攻 那這邊我們沒有冰人在手上 所以我們讓刀割擠在前面 那結果是火法直接鎖塔帶走了 那這一場的話對面的時間不夠 我們就是直接跳掉就好 好那這兩張牌的話雖然端定滴非常的強 但是對飛刀塔來說 我還是覺得我們選一張推進會比較好 那這邊豬豬跟野豬的話豬豬會比較好 因為豬豬的話是比較能夠分攤飛刀塔的傷害的 好這邊我覺得如果在拿 在拿弩的話費用會有點重 那我們就直接用一個墓碑就好了 那鑑魚我覺得也是非常強的一張法術 是有看到的話都可以直接選 好開場他如果不出的話 我們會做一個沉底頭毛手的動作 那就不用做分路了 因為分路的話那隻頭毛手是給不到任何壓力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同路 那對面要解就給他解 那不解的話我們會直接頂上豬豬 那這邊直接再補上鑑魚 那剛好是招到他的炸彈了 那這波他還要解 好對面打豬我們就直接拉墓碑 那我們把野豬給對面的話 我們拿墓碑來說也是相對來說比較好的 畢竟費用上比較容易跟得上他的野豬 好這邊我們再打一波豬豬進攻 那這邊我看獵人的血量是差不多 我乾脆直接補個鑑魚 也當作順便摸一點塔血 好這邊記得不要亂 我們這邊痘痘先來扛 那最後再出蝙蝠 那後面的專利技的話我們用頭毛手來解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 我覺得算是賣到最少的血量 這邊再一波豬豬進攻 那鑑魚的話是可以直接砸上去的 好頭毛手的話又多頭幾下非常的賺 那我在猜想的話我們拿鑑魚 那對面給我們的這一手大亡靈是非常強的 等一下可以示範一下該怎麼樣去運用 那當然也不是大亡靈直接送掉 我們還是要配合做一波防守反擊 那會是比較強的 我們沉底一個綠巨人 這波就看對面守得好不好 守不好的話我們是可以直接把右塔拿掉 那左路我們就是防下 也是不用太認真防 我們這個進化蝙蝠的防守能力其實很強的 好我們直接右路一個大亡靈 那左路直接打一個豬豬 那鑑魚就直接掃掉 那甚至也不用了直接把塔給拔掉 那這邊我們繼續壓牌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進化蝙蝠是還活著的 那對面是直接送了一波費用之後 那就直接守不住我們的攻擊了 好 那我們來看到下一場 好那這一場是用進化蝙蝠 那下一場我們又是拿到了進化瓦機 那這個刀哥不用說 畢竟現在的所有的痘痘對上了 飛刀塔都沒有魔血功能 所以痘痘的話是盡量不考慮的 那這邊我覺得狂暴會是相對來說會比較靈活一點 所以我拿狂暴 那最後選的這一手滾石 是我想要稍微去針對到他的進化波泡 所以我會拿滾石會比較好守一點 那幽靈對上飛刀塔來說是相當不錯的 好我們先拉一下 那這邊用滾石來解 那這個大仗我們只能等他過來之後我們再做拉扯 那這個礦工我看了看感覺會賣到太多的血量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補個狂暴 那我其實不確定這個狂暴對飛刀塔的飛刀的蓄力有沒有加成 這部分我是不太確定的 好那這樣子的話我們算是兩邊的交換上是差不多的 那既然對面有這個大亡靈的話 那所以我們是如果直接送一個 直接送一個鑽擊過去的話會是比較容易送掉的 好對面拿了一手三槍 那這手三槍也是我在這個挑戰當中算是蠻喜歡選的一個牌 因為會比較克制對面的推進體系 好那對面這個礦工就是純送掉而已沒有任何的幫助 好這邊我們直接出大隊來把他的刺客的衝擊給擋掉 那直接打一波鑽擊 好那這一波對面如果要進攻的話對我們來說會是蠻好的 那這一波的話我們畢竟右塔是算是血奪路是可以稍微沒點的 好那這邊我們把左塔拔掉 那右塔的話是賣了比較多血量 但無所謂畢竟對面是一個火箭斬殺 那目前是還沒到火箭斬殺線 但是我們也是要多給他的右塔壓力 所以如果他不小心再被他打到血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才有辦法去跟他拚二塔 好狂暴是可以直接交上去的 這邊礦工沒有抓到 那這樣子的話已經到一個火箭斬殺線了 這邊本來瓦西下的位置我是想說要直接去給他的右塔壓力 那結果他是看到了這個破砲 好那就看對面有沒有費用去做斬殺 如果他不斬殺的話那是會直接輸掉的 那但他斬殺的話對我們來說的話我們已經給他右塔蠻大的壓力了 那對面的最後是來不及 好那看到下一場那下一場的話這邊我是選擇拿一手三槍 那這邊就不用說痘痘就直接丟給對面 那這邊這兩張牌的話我覺得我乾脆再拿一手對抗 好那對面又給了我一張飛機 那所以說我給對面這個天狗 我覺得天狗這張牌在挑戰來說的話 這種選卡挑戰相對來說不那麼好搭配 所以我一般是不會拿天狗的 比起天狗我會更喜歡石頭人 因為石頭人是更好去做搭配的 好這邊我們直接扛住 先把他的槍可以解掉 那這一波的話 好他出瓦記過來那瓦記也是直接送給我們 我覺得這波的交換算上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的對面左塔我們還有打出點傷害 好這邊我們跟上槌子 看一下對面要怎麼做解牌 那對面出這麼多費用來解對我們來說其實也沒有不好 因為我們算是只要解他的左路公主就好了 右路火法就直接賣一下 那不知道大家適應這個飛刀塔有沒有 大概要知道說哪些單位過來我們會賣到多少血量 會比較有助於你去判斷這時候到底該不該賣血 所以來說習慣這個飛刀塔是相當重要的 至少在不管是這個挑戰還是後續的環境來說的話 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那公主差了一點解掉 那我們這邊就不急 那我們知道他火球的情況下的話 我們盡量來說我們的 就不要再沉底下我們的三槍了 不然是白白被他砸 好對面是有點不死心他還要出這個天狗 他如果只想靠天狗進攻的話是不太可能打進來 像這邊我們分槍他就很難受 他即使火球砸下來他的天狗也是會送掉的 好我們直接再跟一個左路槌 畢竟對面要出費用來防守我們 要防守右路 那這邊我們再出個飛機先把他的火法給點掉 好我們的火箱鎖塔非常痛 那對面又出了一個瓦機來接場 那當然這個瓦機我們是一定要管他的 那我們就是前面用惡棍 那這個鑽機的話我們再用古盾來爆一下 那確實來說的話這個公主我們是相對來說比較不好撿 好那這邊我之所以出三槍是因為我想要橋頭再打一波進化槌 如果他沒有記好牌序的話這一波進化槌會給到他很大的壓力 因為他的這一波是已經沒有進化瓦機了 好這波他這樣出的話 好他又出一個火牆來賣掉來保他的公主 對我們來說是沒有關係 好有解到這個公主對我們來說就更好了一點 好他現在擠了他直接一個橋頭狗 那橋頭狗是根本不可能打進來的 好他直接又送了一個狗過來給我們 好直接再壓一個槌 因為他現在出六公主之後他是沒有費用的 直接補上地震 好那剩下就是過牌那直接再過出地震就斬殺了 那這邊其實我們就加速看完 就只是過出一個地震斬殺而已 好那來到最後一場 那最後一場的話這個滾石相對來說是比較克制惡棍的 所以我們就拿滾石 那這兩張牌的話 黃毛跟進化騎士 這邊特別說一下這兩張牌 我個人認為這兩張牌是都可以選的 那黃毛來說的話如果我對面拿了一個 推進的話像是重推石頭卡住 或是巨人卡住的話 黃毛來說會相對有勢 但是在飛掉塔的情況下 如果有進化騎士的話 那一步的進攻會變得非常強 所以這邊我是選了一手進化騎士 那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拿了滾石 那滾石來說的話會相對克制黃毛 以及進化黃毛 所以這邊我才選進化騎士 那這邊的話我選擇加速過牌 所以我們拿了一手墓碑還有劍魚 那劍魚跟小閃或狂暴來選的話 我是一定會選劍魚的 劍魚來說相對來說的話會 更加靈活一點 那我們沒有什麼好處的 我們可以先過一個墓碑 除非對面是直接地震啦 不然這一波過這個墓碑來說的話 對我們來說是不會虧的 好劍魚先掃掉 那剩下再補一個騎士 那對面補這個狂暴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要再補三場 不然會賣到太多的血 好這波直接 有賺費 我們就直接跟上果凍 結果對面是一個電龍 那電龍對我們來說就相對來說不是那麼好 我們滾石先來把他的 後面的骷髏給滾掉 那這波這樣子其實就差不多了 也不用再跟牌了 畢竟我們那一波算是打的比較兇一點 那直到他有電龍以及這個骷髏海之後 後續我們會比較好去做應對 這一波就是稍微賣一點血 那直到他的牌 那當然也不要忘記對面是有一張黃毛 我們給他的 所以相對來說 我們的果凍也沒有那麼好發揮 所以畢竟我們的後排 並沒有說到非常的強 然後這邊是一個劍與失誤 那這次最後一場出我打到後面其實是有點 恍神的 所以有出現一些失誤 好那對面出這個的話 我知道他目前的費用是不太夠的 所以我們是直接在壓了一個滾石跟進化騎士上去 那他這邊比較好的解法其實是出一個黃毛來解我們 他這邊想做拉扯的話 我覺得就不太現實了 畢竟我們的高質量單位 我們的滾石還有我們進化騎士都還活著 好可以看到對面我是一直把他的 刀塔能量壓在見底的情況 那對面 其實我覺得他是打的真的是有點差 畢竟他的解牌算是相對來說好打推進 那他是一直送了 像剛剛送了一個建築給我們 那現在又送一個綠卷給我們 不然來說的話是他不會有物體的 好我們就一直壓一直壓 因為對面是 在刀塔已經被破一塔的情況下 中路來說的話他們防守是沒有那麼強的 好那這場的話就是對面的 我覺得打法有點問題 好那總的來說 這個選卡挑戰就是 運氣成分比較重一點 那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那相對剛剛 該注意的點該選的牌 像是優先可以拿一些推進 那痘痘的話是一定不要選 法術位的話就是選擇靈活一點的法術 像是火球劍雨這些 那其餘可以考慮加速過牌 畢竟這是一個單進化挑戰 那也是要看說 對面給你的進化是什麼 那如果你自己有的選進化的話 我覺得相對來說優勢的進化就像是 進化騎士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選進化網之一 進化黃帽這些 那進化煙火射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有的選也是可以選下來的 那進化破炮相對來說 看你自己有沒有在用破炮卡組 因為我個人其實認為在這個挑戰 推進比較多的情況下 你就算有這個進化破炮 大部分也會被推進要嘛抗下 要嘛你的破炮其實是要拿來防守的 所以破炮在這個挑戰下的話是沒有那麼推薦的 好我是蝦米大家再見拜拜